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20年3月到2022年3月这两年当中 他们至少饿过一次肚子 这次民调是在2月25日 是3月2日期间通过电话进行的 有4009人接受了调查 加拿大食品银行执行总裁表示 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食品银行都遇到了新顾客大增的情况 在某些地区甚至增加了25% 大部分食品银行的接纳能力已经达到极限 白斯坦面临空前洪灾 大片地区目前正泡在水中 联合国官员形容这是一场像是吸了肋固醇的雨季 从6月中旬至今已造成1162人死亡 3554人受伤以及3300万人受灾 欧洲太空总署也公布景象 显示印度河的泛滥 而在巴基斯坦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湖泊 本人也被灭掉了 今天有疫情的消息 在新型中的颜色上发生了 Pakistan has a very varied climate so it can change from being very very arid in the winter region and in the winter period where they maybe have kind of snow in the northern regions to then getting these really intense monsoon rains over july and august so it gets over half its rainfall in july and august and what's unusual about this year is basically that amount of rainfall 根据最新卫星图像显示印度河满溢及淹没的地区达到100公里宽 在信德省部分地区原本是农亭地方 如今成了巨大内陆湖泊 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甚至有如一片小型海洋 巴基斯坦气候变迁不长预估 在这场洪灾结束后 国内可能还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地区泡在水中 重建工作预估将耗费100亿美元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将于9月5日选出新党魁 并接任首相 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强身把握在位最后几天 1号宣布政府将投资7亿英镑来建造塞兹威尔西核电厂 Nuclear always looks, when you begin, it always looks relatively expensive to build and to run But it is,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today Look at the results of Putin's war It is certainly cheap by comparison with hydrocarbons today This project will create tens of thousands of jobs But it will also power six million homes That is roughly a fifth, six million homes Roughly a fifth of all the homes in the UK So it will help to fix the energy needs Not just of this generation, but of the next 强身一号造访位于塞福克郡的塞兹威尔西核电厂 核电厂将由法国电力公司负责开发计划 预计明年做出最终投资评估 就算立即动工 最快也得到2030年代中期才能开始运转 整座核电厂所需经费高达200亿英镑 强身宣布投资的7亿英镑只是开始 事实上还需要寻找投资者或其他裁员 英国预计在2050年之前达到零碳牌 强身在卸任之前也呼吁首相继任者重视英国能源问题 目前外界看好的新首相是卸任的外交大臣特拉斯 而今年英国女王因为身体因素将打破传统不在伦敦 而是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 接见卸任的强身以及任命新任首相 许多地区在乌尔战争时被战火吞噬 许多乌克兰的平民也在战争中丧生 乌克兰布哈镇的一名神父埋葬了超过百巨的大体 布尔尚带着一个大十字架 带着深色的丸岛 他是安德鲁教堂的安德烈神父 教堂后面发现了布哈权镇最大的乱葬钢 葬礼在教堂的院子里举行 许多人都在他们被发现的地方附近 神父认为乌克兰的民众到现在都还无法理解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也担心战火会持续几十年 前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于8月30号去世 向奇寿91岁 俄罗斯总统普丁9月1日 向戈巴契夫灵救献花致哀 但因形成因素不出席3号举行的公开葬礼 再加上莫斯科政府位于国葬行事举行葬礼 仅表示仪式会有国葬元素 反映出克里姆林公对于戈巴契夫的政绩 30岁 λέ成 阿го Сергеевич и это одни из лучших лет а если брать в целом то год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я считаю лучшие годы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нелегко было но была надежда мне кажется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не понимал и не понимает той логики из которой сходил Горбачев в промежутке вот 90 91 год мне так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что как бы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ие решения приняты Горбачевом непонятны и не приняты Владимиром они для него не как бы не вмещается его логике принят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решений Путин低着头一度用手扶着灵鹫画出十字手势 Путин因为无法参与告别式所以先来致议 Горбачев и Путин关系其实相当复杂 Горбачев一度对 Путин置于厚望 后来转为失望 但是 Путин下令病吞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 Горбачев都没有谴责 Путин曾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Горбачев虽然在西方被看成巨人 但俄罗斯人看待 Горбачев的态度 跟西方世界对他展现出的推崇与敬意截然不同 双方有认知上无法跨越的横沟 例上今天带您回到1919年9月2日 这天是美国知名舞蹈家马吉·钱皮恩的生日 他出生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 钱皮恩的父亲为好莱坞著名舞蹈总监 欧内斯特·贝尔策 他从小就开始学习舞蹈 12岁时就跟父亲的工作室担任芭蕾舞蹈教练 几年后他获迪士尼聘请成为动画片 《白雪公主》里女主角白雪公主的真人模特尔 电影公司透过复制她的一举一动 来提高白雪公主的动作的真实感 他后来也为木偶奇遇记 李蓝仙女 幻想曲李跳舞河马等担任动作模特尔 他离开迪士尼后在好兰屋展开演艺事业 1946年他结识了舞台剧导演 编舞家兼舞蹈家高尔·陈皮恩 两人组成团队 一起出演米高梅《狂金时代》多部电影 后来也进军了电视界 2009年马吉入选美国国家舞蹈博物馆 CV惠特尼名人堂 2020年过世享受101岁 谢谢您的收看 别忘记订阅和分享全球趋势新闻 并开启动铃铛 我们下次见